撐完學生又反佔中 嬉嬉試過失調? 喂!究竟嬉嬉嬉嬉 是撐佔中還是不撐佔中? 她之前就發聲撐學生 是政府用父母的角度去理解學生 不就有片看的 我覺得很痛心很失望 令到我都反省 例如我兒子 做了媽媽之後 我覺得對小朋友 其實我很希望政府 可以站在父母的立場去想 例如我兒子 我覺得我兒子七歲 我已經不可以用強權去對他 我已經不可以一味是我那一套 我已經有很多事情要跟他商量 有很多事情要問他意見 更何況現在這些十七歲二十七歲 還說如果是會陪兒子去 即是我的朋友都問我 如果你的兒子第二是這樣 你會怎樣? 如果他真的要去爭取這件事 而我也覺得要極力去爭取 我當然會陪他去 那為何最近我收到這段錄音 他鬼那麼火爆鬧 你會讓我兒子佔中 很平衡地跟兒女說 我說兒子 媽媽雖然現在看下去社會 見到你年輕人的所謂的行為 引發得我很不滿 但是我也不會說 反對兒子你佔中 奈何 奈何 本身我呢 一看下去 現在不得不反佔中 他兒子摩童只有七歲 自己怎樣去佔中 還有他只有一個兒子 沒有雷的 他說兒子放學回來 跟他說 內韓回來告訴我 未來是我的 緊握拳頭我 未來與你無關 所以我要去佔中 他還罵爸爸老師 煽動兒子去佔中 尤其是教協 我想問 究竟你們的信念是教什麼 為什麼要將政治帶去學校 教這些學生 究竟你們作為老師 是要將他洗腦 洗成點 你們只會有一件事就是 只准周官放火 不准平民百姓點根 等於現代秦始皇 是做到希望 分書省餘 唉 這段錄音的聲音 真是幾次靚靚 但開頭一聽 已經只是流料了 你怎知道 或者靚靚突然轉牌呢 她一開始說自己五十歲 就知道她不去 靚靚只有四十三歲 哪有這麼老呢 我是本土出生的香港人 我在香港出生五十年 生活了五十年 又是呀 不聽清楚 真是以為她思覺失調 靚靚都發了微博 說這段聲音是假 叫人米亂傳呀 再次澄清 這段聲音六音並不是本人 有關轉發機構請刪除我的照片 怎將誤導民眾了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